大家好 想想我們 通常自己在做的這個工作 DIM 經常說的 咱們分成兩段 一段是 我回答 因為我們這個基礎應該太細了 心到 現在通常我們在 在市面能接觸到這個東西 要不然就會被腰弄化 看到很多這個賣軟件 在 在心思立結的喊這件 全球流星 這是沒問題的 但是 通常賣的 我見過多數賣的 也並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4.5D 6D的被管理 電影的流率 增加的太快 但是 要不然能不能被YouTube化 就是 比方英族化 它是健康師 平常會 一言一避之人 那就是工具 工具不重要 國際健康師 很多人認為自己是一家 認為人更重要 其實是人更重要 那麼 所以 我們可能很難 在 在一般的途徑裡面 比較健康的 和學術的 討論這件事情 尤其是 尤其是 現在我國的狀況 其實 其實差不多 是我的健康師 做這件事 最終不要去寫著 平常 寫著討論的問題 就是 我遇到的 最有意思的狀況 所以 我 前輩問我 張引先生 據說你們工作上 最近在發效果多 人家 你們都那麼缺陷 所以今天呢 就是 我們多來策略的討論 主要是希望把我 第一年的這個 對 在病情上 對運動增加 想一下 那麼 咱們分成兩段 就 我來想 我會 因爲太新了 所以 我會把它放到一個 更 長遠 著遠的 這個 參照系 去考察一下 會讀書 以及 會讀書之前 就是 另外一千多年的事情 咱們主要講 就是 我主要講 四個部分 一個是講講會讀書 其實到第四部分 我們才會 談一點病 最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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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 第二部分 我會講講當代的 證書 也就是 我們 現代主義以來 我們現在 在這個 學說裏面 學習 和實踐 所用的 證書 第三種 是 我講講CD 因為 更多人拿著 和CD 對比 因為它都是電腦 在制服 我會 我會 講一講C 然後 丟透 講一講B 然後 你當 會讀書 當然我講所有的事 都會是你其他一開始 最早是沒有 是沒有會讀書 在西方 在建築學的這個 能力裡面 其實 甚至沒有 點形的意義上的建築 原本的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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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雕塑家沒有 本質上去 其實他們幹的事都很小 最早在古希臘的時候 像帕基隆這些房子 是怎麼不蓋出來的 但是他們建築師 其實做模型 用木頭做模型 當然 那麼小水 都很難用石頭 用木頭做模型 但模型一旦 這一定是比較大的 不完全 然後接下來 他會 他會在這個模型的 不同構件上 貼上標竊 標竊上 會寫上這個 設計的 製作的 工藝的 材料的 等等的要領 當然我們現在 找不到 希臘時候 這個 就是實物的這個模型 幾乎是西方 中國這個 這個傳統 也其實 更久 就是如果我們去看 中國 中國建築室裡面 文件資料裡面的這個 平面圖 其實 沒有典型 意義上的平面圖 就是我們叫做地圖 通常我們會看到 地圖 會不會畫到這個 這個平面上 因為在中國 圖紙這個東西 就一直沒有發生出來 所以 一直到清淡 這是樣子類 樣子類做的 這東西叫燙樣 燙樣是什麼呢 那就是用電模型 然後在上面會貼 大量的標籤 然後 傳出它的製作要領 我們知道 就是成功了凡事 包括了清德利 那麼 中國 中國的這個 募工建築 其實有更高的 這個標準化的規格 所以 呃 它不是 對 對某一種建築的助手 就是 中國這個模型和標籤的這個系統 還有一種行業的這個合作負責 好 所以 這是 呃 就是 這個學科里其實一類非常常見的 而且 應該是更初始的這個 這個方法 所以 呃 我曾經講過 就從建築裝飾的角度上講過 就在古希臘 就到 到雅典 喀吉隆的這個 衛城的時代 就是 石頭建築還在模仿 木頭建築的這個樣子 就之前我會從類型學 包括 這個 整個建築國際的 這個角度來講 但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 不能忽視的一種圖 是 是帶喀吉隆的 就是帶衛城的建築師 其實他同時是雕塑家 我們要注意 他們手裡拿的 就是木頭 來做這個東西 所以 當 就是 他在操作過程裡面 用的材料 是適合木工藝的 所以 他也 順理成章的 會影響到 在石頭建築的時候 仍然 仍然 會演習木頭建築的樣子 就實際上 在石頭上 做的這個 類似 木座的這個雕刻 那一方面 也跟建築師 所用的這個 手段 設計手段 是相關的 所以 建築裡面 很多問題都是多遠的 就是在 一直到這個時 實在我們發現 其實都是沒有 圖紙的 就是我們 注意這個要領 後面我們會重溫它 就是 最早的建築師 是用模型 加上 處方纖 是有點像醫生 開的這個 這個 就是藥方一樣 貼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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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它屬於 對於圖紙的 包括屬於模型的部分 都是一個 因為就是在 因為有幾個 有清德力 那些從宋代的 能到法術開始 其實有 有大量的做法 就不需要在設計裡面 把它畫清楚了 那麼 它是一個行業 約定圖廠的 在匠人工藝的時候裡面 完成的 那麼 實際上它 手寫的過程 它寫過的過程 是更大程度上的 影響了 影響了這個設計 那實際上我們呢 就是 這個 對 有清楚 其實可以去找一兩個 這個 這個 天大的 王興老師 這個 做的 跟這個 樣子有關的這個工作 我們看到 他其實就是都在 用 用信息 信息了 通過書寫的方式 描述了絕大部分的 這個 設計的內容 就像 現在 我講原理那時候講過 就是 李約講 圖有 有所能匯的 有不能匯的 能匯得 不過 十之一 過門匯得 十之九 這個是 中國在這樣的 匯图數技術上 得出的 結論 那實際上 真正 這個 這個 咱們的新手上 開始系統的 用圖紙來 來做設計 是從十六世紀 Vasari 就是這個 架構 大量的 大量的 記載文藝復興的 原始資料 歷史 裡面都會出現 自然這個 手上 因為他是那時候 一交替方 他跟文藝復興 當時幾乎所有的 舉將 都是哥們 所以他知道更多的 八卦 他就整天寫的 記錄下來 成為現在我們研究 這個 人文時代 最重要的 這個 一個資料 但他做了另外一件 非常 了不起的事兒 他在佛倫薩 設立了一個 設計 藝術設計 學院 那是從佛倫薩 學院開始 這個 西方的建築學 才開始 用繪圖 用繪圖 就是 我們今天講的繪圖 是從十六世紀開始 那麼 他其實也是 佛倫拉 列斯基 這個 科學透視法 那麼 開始 通過 投影的方式 就當然 能夠把這個 變幻莫測的 這個 透視扭曲 投影在一個 平面上的時候 其實 很多事兒 開始變得不同了 很多 原論被認為 無法精確 塗養的東西 可以被塗養 那麼 所以 今天我們用的 這個 繪圖術 其實就是十六世紀的 而且 沒有過任何改版 它叫做 抠切投影 它是兩個動作 一個是抠切 一個是投影 這個是投影的過程 你看 這是投影 其實它可以投一切 那通常它一定是一個正投影 因為它投影 會有一個最終會到的界面 因為我們建築學 其實是一個 在 在數學度量上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學科 它不像 如果 如果我們研究拓骨 它 它會開始投在這個曲面上 但是建築學 平常是 只投在平面上 那麼 這是投影的過程 這個是投影的過程 所以 如果我們只是投影的話 實際上 我們的媒體已經畫畫 沒有去 可能這個時候 所以 一旦它 它被抠切了以後 它就變成了一個 跟這個房子原來 不太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經過投影 實際上 這個過程 它會 它建立了這個學科的文化 所以在十六世紀以前 是沒有擬具意義上的建築師的 建築師的 建築師的一般藝術家 雕塑家 雕塑家 其實他們是 持持成爹的身份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 那麼 雕塑家 不見得任何類的 畫家也不見得任何類的 那麼 開始訓練 專門做這件事的 這個人才 所以 某種意義上說 就是 今天的這個 我們所用的這個 抠切投影的 貴度修 是建立了我們這個專業的門檻 就它讓我們 就是 外專業不那麼容易跨下來 跟咱們想犯學 那是一個 這樣的東西 那整個這個過程 因為 它為什麼會是門檻 是一定有神秘 需要跨越一些斯大的機制 所以它相當於 在這個空切和投影的過程 一個編碼的過程 它其實把一些 就是 它把一些非常具象的東西 變成一些抽象的符號 呈現在一個 就是 除去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做呆的房子 在呆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都 都跟那張紙沒有關係 它就像 就在 在一張紙上寫的一個故事 就是 事實上 那個故事並沒有在紙上發生 它發生在別處 但是我們讀那張紙的時候 我們獲得了一個故事 所以 它變成一個 專業內部的事情 就是 專業的人會編碼 專業的人會解碼 對 其實另一方面 攀影 攀影的時候 我們看到 今天的建築師 當面對這樣一個 非常直觀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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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上製作工具的工具的時候 其實 隱隱的焦慮 它不只是一個 對工具的模式 它也是 因為它的具象性 確實 極佩有某些 這個 這個門檻 那麼 我們這個學科 需要尋找新的門檻 來 建立 那麼 或許 它是 我們面臨的狀況 是用一個門檻 來取代另外一個門檻 因為現在顯然 這個東西 它已經對很多建築師 都能做出門檻 所以 我們看到原本這個 萊塑的房子戴成這樣 但是其實 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比祖宅一太有名了 那是流動空間的這個 鼻鼠 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基本就認得這個 但是 其實我 不是特別知道這個 而且我們從這個 平面圖 通常被認識 是反映了最多 這個建築空間信息的 這個界面 從這裡 通常我們其實是可以 去處理 這事很有意思 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 工作室裡面 我在帶著 對RT隊的同學 在做起文革的訓練 所以他們開始 待會兒 咱們會提到這個 這個 這個靈心工 就是在這首次的 這個境遇下 做空間操作 做空間訓練的時候 其實 一件事兒 是大家開始 開始懷疑 開始不那麼像 像上大學生 那麼 信任這個 平面圖 當然 它有非常棒的 是因為 通常如果不抠切的話 我們只能 以人 我們常規的這個視角 去審視這個建築 的一個片段 我們很難 全局的看到 看到一些東西 恰恰人家抠切 要否則 我如果不只能選 我在外面看 看我這個角度 進去我 你只能選 會看我這個房間 但恰恰人家抠切的 這個關係 我抠了一下 然後 你有機會 同時檢視若干的 不同的空間 以及內部空間 和外部體諒相互的關係 所以 這個 這個抽象的過程 這個編發的過程 它不只是一個 神秘的建築門檻的過程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因為它的抽象性 它可以給大家 更全新的這個視角 這有二項寫故事 都拍電影了 拍電影 你在某一刻 只能看到一個環境 那個東西叫劇照 對吧 無數劇照的人 可以看到那個故事 但是 當你在看人學的時候 你可以跳過來 然後你可以不斷地 來回瀏覽它 來品類它 那這也是 當它變成 當這個故事情節 變成一個語言的編碼 編碼 再變成文字的編碼 當它 成熟在故事上 在一張紙上的時候 它能給你 呈現的某種 概括全面 所以你能掌握很多的東西 那再有這個 這個是剖切的討論 它讓我們看到更全局的 一些原本在正常視角 看不到的東西 對吧 它漸漸成為建築師 獨有的經驗 再有一種呢 是投影 投影它保證了什麼呢 是有確信 恰而是正投影 我們在同一張圖上 否則到我們知道 近大約一條 我們不可能在一個 透視圖裡面 來量出來 它的就確尺寸 就是 我印象裡面 就是我小的時候 做實測 就有些高數實在是 夠高的時候 會手磚 對吧 或者再投資給你 數完一個參照的東西 然後再在這個照片裡面 大概記得去參照 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但一旦有了正投影 就實際上 原本我們 就是它各自努力的 這些 這些數據 它可以非常準確的 被表達出來 所以 我們記住這個要點 偷切的 這個作用 是讓我們能夠看到 更抽象的 全局的 綜合的 系統的 一些建築的狀況 那麼 投影是讓我們能獲得 更準確的 視角度量和數據 那麼 這個是 十六世紀的 偷切從 為什麼建立了 我們這個學科的 一個基本的方法 方法 對吧 對吧 我們能看到 就是真的 你看這個東西 就是說 呃 真的 當著我們 受這個訓練 我們看他 大概也知道 這是來特的 在那兒出來 但是以後外傳 其實我們很難 他很難想像 這究竟是一種東西 有條件的解釋 要寫上 這是什麼方便等等的 然後他還不能理解說 這個為什麼 似乎都是門 一般的固權是門 有些是窗戶等等 那意味著它是一個 抽象的東西 對吧 就是 那麼 下下一個 它的抽象型 它可以在很多層面 被 被分析 被科研 被處理 那麼它可以 導致我們 就是在這張紙上 弄線 弄線條 來 來思考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在思考這些事情 呢 因為它的抽象性 對 不管是平面的 還是內面的 因為它的抽象性 它其實導致我們可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思考六圖池 而不必思考 那種施工的現場 它的材料 不用思考 是誰在搭檢 這也不思考 我們在為誰在搭檢 我們就 只要在六圖池上 當然這個也是 咱們設計課 通常 一個禮拜兩堂課的 那個叫做平塗 對吧 就是我們並不在我們建設的 這個場地裡面 就是 我現在大家做設計 尤其一開始在勾 勾一張草圖的時候 灰就會在 灰散的時候 我們看不得特別清楚 這個 對著它視線 它意味著什麼 就實際上 這也是 咱們這個學科 特別需要所謂空間 想像的理念 一旦它變成一個 投影的東西 它變成空間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喪失了 它真是一個空間的這個 這個視線 所以我們看到 它 只有在投影圖的前提下 它才有可能會 精確的錄揚 才能標準時算 對吧 就過去其實就是 只是用的理解 在模型上顯示出來 那麼更細緻的 會寫在標籤上 它的尺度是怎麼樣 所以 一旦它被投影 那意味著 不可能有任何東西 在一次投影 獲得它全部 當然 就是 有藝術 有藝術門類 曾經試圖這麼改 希望在一個投影裡面 呈現它盡量多的信息 這個在會派裡面 叫做立體主義 但是立體主義 我們知道它極端出向 就是 就是很少 就是很少有 有些建築的同學 真的能夠看得到 我們只是知道 我們看到 看到這博洛克 李加索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個 就是特登圭 不知道什麼在哪 那實際上投影 它是分辨的 那麼一旦它是分辨的 那麼一旦它是分辨的 就意味著我們在一個投影裡面 其實只能主要討論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看這三個別 是分辨的 所以我們看 所以這事兒 很有意思的 我們看 所以這事兒 像薩菲媒廠的平面 它在平面圖上是高速的 但一旦進入它的外觀的時候 它變得很簡單 但是現在主義管 它叫簡潔 它是我們操作重點 轉換一個催場 所以 所以 左大街兒也是 我現在多數同飛也是 因為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是不是 一草二草 恐怕還都只看平面圖 對啊 然後可能到三草 修上五個階段的時候 然後才開始 用一些 水中線 把這個地面拉起來 然後一看 握草 我這個設計長得這樣 怎麼辦 就開始在上面 化妝 化音 就是 把霜 變成奇怪 等等這些 好 沒關系 哦 真好 可以在這裏邊 就是我們看到 呃 可以偶數不只是 我們把想清楚的東西 呈現在一個 成果界面上 的一個手段 它其實很大程度上 影響到我們思考的 一個設計的重點 它甚至會影響我們 我們真正所做同學的全局 那麼 同樣啊 比如說 大家都認識 呃 呃 魏茨康的金平爾美術館 那麼這個設計界面 因為康 它其實一輩子大概做了 就是 數十個這個 這個 鋪面的這個研究 啊 金平爾美術館它最主要的設計界面 是一個鋪面 它所有的複雜性 它多數的這個 就是 润智的地方都 都來自於鋪面 鋪面 不管對鍋 對結構的這個 這個討論等等 其實都來自於 這個 那麼它對空間 但是空間非常有意思 我們看它其實是一個 拉伸性啊 這個 這個鋪面在 它有空間裡 你在絕大多數的地方裡 你 你鋪的腰心 都是長成這樣 但相應的 它的平面和硬面會 非常的簡單 那麼這個是 投影圖 因為它把 一個物體 拆封中 若干各個鋪的這個 這個鋪面 當我們選擇 某一個鋪面 作為主 主要的思考界面的時候 其他的 次界面 就會相應 這個面固形態 而且次界面 它會 它會不會衝擊 界面負責 會跟著次界面 就是像 今天啊 它仍然是以平面圖為主要 所以就現在 咱們的 標準圖則 這個圖紙 順序仍然是從 最下面 我們就從平面開始 然後往上面點 對不對 然後才是投影 所以 在 在 常規的技術圖紙 這個圖紙裡面 我們發現 一個非常古怪的事情 是沒有空間的 就是 在我們的 工程圖紙裡面 沒有任何 這個 國標的圖紙 是反映空間的 是 為空間 主協負責的 當然 我們有效果國 我們知道效果不在方案階段 我們通常方案階段 還不在建築設計 通常是 可行為研究的這個階段 真的 進入方案設計的時候 其實 這個效果 它會面臨一個 非常次要輔助的 而且它不為 能不能負責 它不為這個項目負責 它只為假光的 或直觀的 看到它負責 但是 幾乎所有 這個建學的這個問題 幾乎都沒有辦法 在 這個界面上討論 但是現在 在主題以來 其實 我們又把空間 做為我們的第一 第一頭的對象 那麼 其實 真正的 現在主題的這個界面 應該是這個界面 正都做 我們看到這個界面裡面 它的平面是準確的 它的利面是準確的 然後 在這裡面 我們能夠看到 它空間的狀況 它空間的一個 軸側的一個 一個狀況 它既實現準確的度量 就是說 我們無法想像 我們是在做空間 但是我們的設計界面裡面 完全沒有空間 我們看不到 儘管咱們這個學科 非常 強調 所謂的 空間想像能力 為什麼我們要想像 是因為我們的 這個設計的 主界面的圖製裡面 沒有這個界面 沒有這個準確的界面 這是德州奇景的 就是我講這個 現在你之後 講白派 德州奇景 庫珀雲尼的 這個 這個訓練 是從眾多策 就在我工作室裡面 就是DRT隊的 這個同學 上課的設計課 也是在這個界面 下 考慮設計課 這一次 在這裡你才能看到 空間 但是 這個是在 上世紀 直到70年代 才 才被 漸漸的 被開發出來 對吧 所以 因為偷切投影 不得它的抽象性 當然它的抽象 一方面 讓我們離開的 離開的材料 我們的設計 開始 越來越急 但另一方面 它也 賦予我們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顯然已經不是建設了 但其實它還是 這是DELT的建設計 教訓力 你看到 就是 一個空間模式 它可以被簡化成這樣 從這樣幾年開始教授 這個是 維特科威爾 就是他把 哈拉尼奧的 這個上百個 就出來建築 就是 就是 先被 歸納成十一種 就把十一種歸納成 這個一種 就會發現 它有 非常強的歸納性 這也是從我們現在的學設計 通常 思維會比較抽象 尤其是 當我們接觸到一些 比較核心的 建築學理論的時候 它都比較抽象 它也來源於這樣的思考方法 當建築師 是在這樣不斷抽象 可以轉換它的編碼系統 這個 這個界面下 思考問題的時候 那它 它必然會抽象 這人立文家 這兒說話讓人 很聽不懂 我完全不相信 古希臘的時代 因為他們的 操作界面 就是 非常直觀的 對吧 所以 因為它的抽象性 它其實 當抽象到某一程度 當這樣的時候 它就古力是建築 它可以接用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 我們看到 就是 貴度數 它是跟各種各樣不同的東西 它可以接著 我們可以跨越它 就可以用多其他的 用人體的 用自然界的一些 美妙的不行來 來 來影響我們的 它是跟這個操作界面有關的 就是 我們設想 如果我們還是以雕塑架 就是 以古希臘的方法的話 這根是死活進來的 就只有在我們以文貴度數 當我們畫一個 菲娜基 數列的 這個 梯度 和 和我們畫一個建築 用相同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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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圓規和 和支持的時候 那 這兩個東西 開始變得 越來越接近了 所以 它也 直接導入製了 很多非常 有趣的操作 就是 這個時候我講的一些 學員 包括講科普希 講透明性的時候都講過的 就是 加星月初 那學長科普希 就是在 平面上 就完全用了 這個 帕拉雕 在我看 它的平面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你看樓梯的位置 包括 對入口中心的這個選擇 等等 這些 它只是把入口 做了改變 從一個側聽進去 但是它整個的空間的結構 和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科普希 拿著一個非常成熟的平面 在做 但儘管它的平面非常像 這次 投影度把它拆開以後 帶來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狀況 是我們發現 這兩房子裡 你真的從外面看 沒有人能夠設想 它的平面是一樣的 這個是 它的初向性導致了很多 我們目前學科裡面 非常精彩的經典的空間操作 我們演習前的東西 其實可以 就是以某些側面 就是以某些投影來演習 學習一些投影 然後自己來補充另外的一些投影 所以我們看更經典的 這從羅比古代到 萊特羅比古代到 密斯的德國館 實際上我們看平面 這絕對是數字 但是當我們看建築外觀的時候 它的功能不同 它的材料不同 它的外貌完全不同 我們看不到它的侵面關係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 Poci-Lay 投影圖的這個 會讀書 它為什麼會影響這個學科 所以其實 我完全不再能講 就是設計的工具 它只是 只是我們思維成果的散 它是我們思維過程的本身 它過程了我們的思維過程 它就好比我們用漢語去思考 和用英文去思考 會想的事情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當代的會讀書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當代的會讀書 這些是古代和近代 就是現代主義 這個摩登 就是現在被翻譯就是近代 我們看我們當代的這個會讀書 讓我還是請問古代恭喜一下 Poci-Lay 這個呢 它帶來了一個好故事 就是分工對吧 原本你想 這個戴達羅斯在 在做這個科目手工的時候 他要做這個 就是他要做這個模型 他也自己下手來 來雕琢 但是因為投影圖 它可以被分開了以後 就是它實現了 因為 既然科目可以用 用一個Para-Dial的這個體面 那實際上 它固執體面的時候 但是固執體面 就可以來做這個意念 等等 這個圖是貌似可以被分工了 但是它打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它分別投影 如果它真的是先有物體 後有投影 沒有這個問題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 就是我們設計這個建築 是在同的這個投影裡面 分別類可以敲出來 儘管有主有主 所以呢 有會突出以後 就出現了一個建築師 非常痛恨的狀況 叫做不交圈 大家要不要不交圈 這你平立方對不上 然後我現在要說 因為已經略業好多年了 我上大學那些年 我有九層的隊伍是不交圈的 因為你要讓交圈要花好多例子 然後你的平面調好了以後 你的立面看 那種就窗戶不對 立面不好看 後來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在大學指導我的老師裡面 除了包包社會對交交圈 都不是老師其實不大看這事 所以直接倒進去 喂 我的多數圖是比較圈 老師也不大容易看得出來 這樣我可以讓地面很漂亮 平面看起來空間也很有用 然後我們後面看你的觀景複雜 這幾個東西 我找不花的一張紙紙上 其實比較資深的老師 也不那麼容易看出來 所以就這事 就是說你想讓人看不出來 就看不出來 你想看出來這時候也沒那麼容易 所以在我們現在審服的時候 有時候需要非常有經驗的老高工 審服裡面有一個很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要讓組織交圈 你不能說你的平面都是 但是平面施工完了以後 然後在地面上是不成立 但是以一個分別投影的方式 它必然就存在於 所以我們看這事 從有了會合處以來 就一直困擾所有建築物 這個是 是塌掉建築次數裡面 就是 就畫的一個塌掉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它為什麼 拼命的要把這片跟平面對起來 一根一根的拉線畫 其實就是為了兩個交圈 對吧 我們來看這個這個動作 這個人確實是 他希望在我們一張圖裡面 能看到 鋪面的內部的空間 但是它要跟平面對應 對吧 在這裏我們知道 它的鋪面是主界面 它平面是從界面 非常簡單 它要拍照 能看到空間 我們看到這個圖 就是整個編碼系統已經被 就是已經被內流去到 就為了讓 讓各個信息能夠對應起來 就能夠再阻止 自身可以實現它的檢查 和錯的功能 已經被逼到內部了 可以 可以 這樣 還是你要不可以 那麼 那些交圈的問題 還有很重要的問題 是什麼 那空間 剛才咱們講了 這個 我們看不到空間 我們只能想像空間 這是為什麼 就是它會逼出這樣的圖紙來 就是說外神廟 那個空間如此重要 但一旦我們建在裡面 那時候我們知道 就是 不實如善真面目 所以當它要 就是 一方面它需要光纏 另一方面 它要看到空間 就是 一個完整的建築 會不會表現為殘渊斷命 這個 絲毫沒有對 對古蹟的這個崇拜 它完全是出於 它一方面 希望得到的抽象 從另一方面 它不希望 喪失它的空間的這個 這個判斷 就是為什麼會不會 其實 正流色也是一個很 抽象的界面 其實我們看空間 不會是這樣 我們會覺得這是有趣的 其實這個沒有沒有有趣 因為我們眼睛有虛了 就是我們觸覺 原本是感受起來 準確的東西 對吧 所以就是說 所以一個真實效果來講 沒有英文人生的一個東西 叫做效果圖 但是咱們大家都知道 效果圖是怎麼回事兒 這東西沒有辦法 反映真實的狀況 這東西我們拿來騙假裝 騙錢費 但千萬不要拿來騙自己 對吧 水晶石的弟兄們 其實 缺少必要的建築素質 他們可以把這個 建築弄得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它其實 他們也不反映 這個建築真實的 就是這個妄想 所以其實才會有 這樣的東西出現 當然就是當年 我們都是這個畢業姊 我畫畫不錯 就是 透視服務化的 還得到漂亮 這個確實是能夠幫助 但是您看我平地拖 不對不上 我的這個透視服 跟我的方案 通常來講 都毫無關係 就是前幾年 我做了一些 我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是不是應該的事兒 我交太平的事兒 其次的就叫大家辦這件事兒 照通知作業 也對不出來 就像這個平地拖 跟這些透視服 可以增得很開 所以呢 那接下來 我們回到設計界面來講 那通常我們講 剖切 我們通常會認為 我們先有空間 然後再剖它 檢查什麼樣 但不是這樣的 因為在開始設計之前 你是有空間的 對吧 那麼實際上 我們是先選擇 剖切的位置 就是平面的功夫 這個行業規範的道路 我們大概是在1米2 1米2 1米5之間的地方 橫著拋一刀 就是你拿那張圖 一臉還沒畫的時候 那一刀一定存在 你畫任何東西 都是接觸的那一刀 會被拖的 你先選擇拖的位置 當然平面拋 當然我們講它 平面拋線還比較肯定 拋線其實是一個 特別可疑的東西 我們剛剛看到康 這是客戶的馬賽公女 當然它是在拖面樹上 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三個標準層 只要一個偶到 而且就是兩個戶型 都是俗試的 這個做得很容易 那它是建立一個拖面的 但是我們要清楚 實際上在建築的拖面裡面 我們拖一刀 拖的那一刀 是這個空間裡面 非常狹窄的一個切片 當我們把這個切片深化了以後 就是實際上接下來了 它會逼過我們做另一件事 我們做出一次康的那件事 正在這裡一件事 當那個拖面 是一個首先被確定下來的事 接下來 你如果真的要用這個拖面 你設計的拖面去控制空間 你必須要讓這個空間 這些大部分都是符合這個拖面的 所以並不是你先形成的空間 然後拖它得到一個結果 而是你先設計了一個拖面 而這個拖面 因為你不能無限的設計 拖面設計下去 它綁架了整個空間 所以空間會呈現出一個 我們通常見管理叫 is true 拉伸 我們先勾一個放樣 然後拉伸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在我們設計一個空間之前 我們的視點已經被偷切這件事去鎖定了 當然在我們講這個意思的時候 並不比這個機制更自由 它會帶來一些東西 會帶走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要知道 沒有任何忍實可以自由地擺脫工具來實施思考 就像我們不可能擺脫於延暖思考 對吧 所以當一些 就是某些空間性的東西 比如萊特這個 萊特顯然它要在這個界面裡來實施設計 如果萊特的 我要開出美術館 如果 因為它一個螺旋形 大家知道 如果它真的是 是以一個拖面為起點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構建這個螺旋 換句話說 它把這個空間構建出來以後 它拖了一刀以後 這個拖面根本沒有辦法向你顯示這個空間真正的特質 我們顯示出來指示 它這個螺旋會跳 而真正顯示它是螺旋 它是看線 在這個空間投影裡面 不是真正要反映給你的這個最重要的信息 它反而在這裡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要勾發出來 看線也不重要 用看線和這個 你也勾發不出螺旋 你必須要如果想像和意識 才知道它是一個螺旋 但在這裡面 它是因為非常具象的螺旋 對吧 所以我們無法想像來 就是在這個界面裡面 去設計螺旋 所以我們要看到 就是我們所有的會讀書 我們當前所使用的會讀書 實際上它是我們思維方法的一部分 待會兒我們像CAD會想到 CAD沒有經歷這個難關 CAD並不要求我們 轉換我們的思考方法 但是它改變了這個思考方法 這是我們遇到的最大的困難 我先去透露一下 對吧 它視角被 視界被鎖定了以後 它其實會呈現這個方法 你們誰能解讀這個空間 我們只有先知道空間 這個空間才有的意義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空間以後 這個空間沒有任何的意義 這個空間甚至沒有辦法 大家也知道 施工對吧 你能想不想 不能拿著這個東西去 師傅那個螺旋 我的天 當然平面好很稠 平面為什麼呢 因為重力的關係 就是我們傳統的這個 幹層的方法 不是氣部 對吧 我們小時候拿八件就可以幹這事 就是我起一步 所以我們一旦切創平面以後 我們壘牆 誰想都不像空間的意念 它其實它電話的力量比較大 但是從平面的那個拉伸型啊 通常是一個直型 因為你一旦偏了以後 這個牆本來就倒了 所以在現代主義以來啊 其實這古代主義也是 平面都是最短的 它可以算很多短間的狀況 但是 這時候最討厭的一件事是但是 就是現在的材料等等這些啊 事實上 牆是不是還一定要立起來啊 這個大家認得對吧 Garry做的那個 比爾巴勒 對吧 在這樣一個設計裡面 呃 我也不太清楚這個平面 跟這個有一毛錢觀景 這個平面確實來自於這個 它是一嚴謹的做圖書畫出來的 但是它只能是一個 它只能是一個實測的結果 它沒有辦法成為這個設計的思考界面對吧 你通過這個就是 你通過這個可以設想一下這鏡子 你自己拉一下 大概體量是不會有太大差的 你拿 拿這個拉一個 你要能拉出比爾巴勒 這個 我跟你姓嗎 你不知道這個 然後你看它的鋪面 它鋪面就跟你算進什麼 當然這裡鋪面倒是平面一樣的 這裡就是一個嚴謹的做圖 我覺得那要考花花幾何 拿比爾巴勒考你一下 就是這個 就基本上我們的這個 會國術是嚴謹和過關的 但是當它做一個思考界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沒這個東西還好 沒這個東西 一看它大概還知道這個房子什麼樣 你一旦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辦法繞進去 對吧 我們多留來一些各種各樣的 當代亂七八糟的東西 對吧 你用很近的渣哈的這個 你看看這個T恤 我有很多朋友都參與了這個 就是深圖的繪製 對吧 就是渣哈的 我們就不應該用 國內現在我們國標的這個圖 你也看到了 就是蓋上什麼德行 當然也能夠分情分得非常粗糙了 就是吸牛也沒有辦法拿來去指導工地 對吧 然後尤其國內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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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圖 也沒有辦法接著吸牛 拿吸牛導的一個ICU 把ICU打開以後 啊 摊縮了以後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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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型 然後再拿它來描了一遍 這個型 那實際上它就 它面臨了這樣的問題 但實際上真正在在 在渣哈的這個這個這個設計裡面 就是哪個平面 或者哪個風源 反映了它對空間的設想 所以 不要說因為它思考 它想要反映 它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嗯 畫一畫 自己傳統的繪圖書畫畫這個 嗯 終有一天 我認為它會成為藝術 我見過一個類似的藝術 我認識總理漢老師 就是它的就是 知青繪圖書 如吃如退的時候 它哪一樣開始 做它聯繫的這個斷面 PO出來 然後把這個排在一起 然後可以拿去參展 那個是當 當木工藝遭遇了這個 後期的核泳技術的時候 所呈現的 當這樣的這個 就是當代技術下的空間 遭遇了我們傳統的這個 這個這個貴族術的時候 它呈現的也是一個 藝術化的一個執著啊 但是在這裡面 它屬於工程技術的部分 已經非常稀薄了 對吧 多看一些東西啊 當這些東西都屬於 同一個建築的後面的時候 就當你 在任何一個狹野地方 PO一刀 它的長得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這個時候 我來看的CD啊 這我們手頭在做的 所以就是CD 開始我們計算機 輔助直圖了 那我們確實是用了計算機 但是計算機 有沒有輔助我們直圖 這事兒其實非常可疑 變了沒有 工具肯定是變的 最早 你們現在可能已經不用壓對比了 就是我小時候學這時候 還用壓對比 這確實比 比這個 就是真比 要更挺一點的 但是一旦揍手啊 就前功進行 然後到真比啊 就是這已經 哇 你不用再 再夾那個握手 不用再提 你要擔心了 對啊 然後 當然尺盒還都是他 然後 當你計算機做得多了 但是當初啊 就是 就是 在我的意向中 學會CD以後 我就會畫圖了 而且我學會了幾個簡單的命令 直線 這個 延長 剪切 這個 呃 圓圖 批賴線 然後我就能畫所有的圖紙 你要緊接著 就是 招手就知道一些 就是不曾畫封管 但不曾不想畫圖 你就可以畫圖了 這項目呢 那 其實我們老是覺得 現在用計算機畫圖了 就是 我們過去搞幾個一些 那其實 你比如說文學上 用鵝包筆的時候 用鋼筆的時候 用打字機的 羅伊德現在用電腦 文學因為這個發生的變化 沒有特別發生的變化 文學發生的第一輪變化 是在哪兒 從甲骨銀到這個 就是到 就是到 就是到修門的時候 因為 確實你在龜甲上課 他要非常的精煉 因為網路也有限 然後刻起來也特別麻 真的到小鑽的時候 你人用 他是用 用毛筆在竹箭上 自由的出寫的時候 竹面也 也不那麼稀虛 你寫起來就不費勁 開始大量的虛詞出現 甲骨的力 你看到還是有吃複褶 對吧 手會多幾個套 但是從鵝毛筆到計算機 除了抄襲變得容易 文學的技巧 沒有因為這個工具的改變 發生任何變化 其實這件事跟我們在貴族樹上 一毛一樣 這是手會 這是用計算計畫 特徒大廠 從圖紙的呈現 從我們思考 從不用 這是為什麼當初 就是當初我大一進來 學做實測的訓練 然後做名作賞機等等這些 然後開始做核動小屋 然後設計建築師工作手邊 然後設計別墅 設計南方18萬小水等等 這些步一步的 我記得從18萬小水後 開始 就是用比較熟的話 從門店老闆 然後開始用計算機 然後那時候我學會了幾個簡單命令 都可以畫 為什麼 因為我收了對方書的修建 它同樣基於偷切投影圖 基於相同的線寬輸出 基於相同的設計思考的界面 還有主圖的界面 你學會打印設置 哪個顏色 設定什麼樣的線寬 這事是大的 我必須要跨越 我必須要跨越什麼東西 這事就跟從鵝毛餅到計算機 差不多了 鵝毛餅反而更多的情懷 那炮牛已經能夠練習了 對吧 再原始一下 咬過了 但其實 血血圖一定會影響 油門學的這個 對吧 你要畫血圖一定也是 因為血液是有限的 所以現在我們目前 我國標的標準 這同一套標準 你們看 它適用於什麼呢 計算機制圖和手印的標準 意味著現在我們的出圖標準 國標的 線型的國標標準 它是不區分計算機和手 包括這個線寬的標準 它也是以我們比寬法 級比波的 來指定它的標準 它並沒有一些打印的 獨特的技術的出現 其實打印可以做一些 手會做不到的事 但是我們的標準 正然是不定 意味著我們的會數 其實沒有本質上的東西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看 CD 它一定是有改變的 比如現在讓我回憶一首話 我也不拉它了 CD最直觀的改變在哪 修制和修改 當然 第一個是最不良 它其實原本我們也 在通知一件中 一歷史化 我今天起少數的 比如說 這個標準頻道 王輝 是 不是一道的 就是 是畫一比一的大樣 大樣 平面用一比一畫 就是太水性了 大樣 然後像 像張柏老師那時候 畫一比一的大樣 就已經非常大了 那是用比例的水 它存在以後算算沒關係 它不在CD裡面 它直接就在 它是一個無限伸展的 一個虛擬空間裡 我們可以實現純粹的度量 除此之外 其實它真正 真正讓我們解放了 我們這兩個 一個是修改 過去在手揮修改的時候 你要知道 就是說 就是 你要用橡皮擦 你要用刀片刮 所以你要是一旦你圖畫壞了 出現大而歸多的修改 這事對你來說是非常痛苦 你要不然就是 執行大陸的修改 不是毛髮 然後一再一筆畫上去 知道 變毛髮蟲了 否則你放棄那 就是你已經畫過的這些東西 但是有CD以後 這個真的是一個福音 這個是我們一旦虛擬 就是在虛擬世界裡面畫 我們不用 現實物質化的修改 叫一個是 異常強大的 就跟這個是複製 是我們一個類似的圖紙 所以就是在我們的國標的 這個修改規範裡面 曾經有一類修改 是參考同類的 就是說我在另外一個設計裡面 用過這個箱子 我在這還用過 可以引用的 為什麼 因為用手畫的時候 它是反重的體力勞動 但是在進上機制圖以後 不存在那個 現在你跟甲方體育 比如說我這裡面 所以了 我另外一個箱子的箱子 甲方會把複製在你臉上 是因為一瓶上 他在外面收我的錢 是因為現在你可以複製 那我直接把它拷到這個圖裡面 就可以了 然後我略過修改 以及一個類似的做法 也可以略過修改 以及我的這個標準層 其實我 通常我們畫標準層 就是從這個手層層面 烤出一個來 從裡面生存標準層 然後再從裡面 考慮生存體層 等等 那我們複製和修改 這兩個功能 是CD賦予我們的革命性的 但它的革命性 它並不改變我們思考 它只是節約了我們的勞動 真正CD從會無數的角度上 革命性的這個層面 就是它的圖層 但圖層這件事 並不是CD發明的 所以CD之前 就是在二十四季初的時候 麥克哈德 我們學習傳統應該知道 麥克哈德 切成病 就是它開始用換成片 因為原本 就是所有的設計 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功能的 工程技術的 美學的 等等 赤部的 等等這些 它其實都會 出現在同一個要素裡面 那麼 過程天的一個出現 它是在一張過程天上 只討論一件事 指化 它也有什麼 因為它透明 它可以疊加 所以才有分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分解 你首先要能把它分開 才能吸它 所以這又是一個革命性的 當然麥克哈德的先從零 他自己就給過 當時就是 麥克哈德那個時候 計算機還是階級那麼大 黑白的 不是 黑綠的 還要像階級一樣那麼敲 輸入複雜的程序 沒有鼠標 這些東西 沒有Windows窗口 還都是在一個類似道次系統裡面 操縱量編碼 就是後排那個東西 非常懂這個 那 就是 就是 那個時候還做不到 所以看著它 當時給出的這個要點 就是你的先期圖 都要超過十張 這個 它跟人 人處理先期的這個能力無關 但是你超過十張 你最上面看得清 你底部那張就是 它透明度有限 你就看不見了 但是在CD 它的圖層高度不同 你可以別無數次 這個分析性 它的系統性 是原本我們用手繪圖 當然我們也可以通過 手繪圖 我們是通過色彩區分 也可以發不同圖 但是在CD裡面 它的圖層的這個 CD的圖層就是幻端片 因為我英文版 就叫做Layers 它就是幻端片 它非常的強大這個分析性 而且都可以管理 那它在裡面 不只是你在裡面 可以揮出不同層面的東西 你可以無限的分類和組合 那通過這個圖層的命名 它的色彩 它的顯示 那曾經就是 如果得色造方式 相對來講 還是比較有理化的 所以我在上大學的時候 我畫了CD 首先我不喜歡用天證 當然它天證 我不喜歡天證 就天證 它想做你用很多圖層 但是因為我原本 喜歡用素C 你其實喜歡生機性 當然因為我畫圖 其實你關掉 任何一個圖層 它其實畫某些類的東西 然後你檢查這些東西 然後實際上實現這個生機性 就甚至那個時候我畫PS 那個時候它沒有AI的表現 我用PS塑造上 其實我會先在CD裡面 我所有的選擇 在CD裡面某個圖層裡面畫 然後倒進去以後再展示 所以當初我們的這個PS 是可以告訴我 就是我無法取代 是可以畫的 當然後來有AI 我發現我過去都在做審查 我在做質量化的 這個動作 PS是相對的 這是一個非常質量化的 結果化的信息 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它在設計過程裡可能幫我 它在管理過程中也有可能幫我 單單只是在過程裡 而在成果裡面實際上 最後因為我們國標的位置 因為整個現在 全世界也都是類似的要求 它最重要打成以後 它仍然被開除了 這個強大的圖層分析的系統 沒有辦法成為我們成果的一個部分 那麼再有變革是出現在哪兒 就是我們發現 從會部書 偷切投影說裡面 並沒有變革 真正變革在哪兒 變革是在我們身體 不切成這個關係上 因為在傳統的方式 儘管我們偷切 投影的裸切是一樣的 傳統方式是用手畫 手畫上是身體的 而現在我們的計算機器是敲擊鍵盤 和執行鼠標 鼠標列為魔防手 所以它導致是什麼呢 對於身體而言 你能學會的東西非常有限 所以過去不同的進步 實際有不同的風格 現在現在是不那麼風格化 所以過去你擅長畫什麼 你會擅長設計 你畫出來的東西 你是沒有辦法設計的 現在讓我們去設計新藝術的東西 不是這個學科 你去美院找文藝 因為它都跟手有關 手適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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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理性 自由的 自然的 這些東西 手 你想畫質 也需要一個訓練 也需要工具的輔助 所以在內容 這時候 尼斯沙利文 他希望把自然不定 及格申請 你知道在那時候 是一個多明天的事兒 沙利文的哲學 數學都非常之牛 所以 人其實 所以為古典的建築 它更容易出現這些去建的 它更接近藝術 將會用身體來做的工作 而現代的建築 它更接近 因為現代建築 原本的其中 放在流水線上 是一個標準的東西 它原本就背入了古典的藝術 它基本上去畫 所以這個它甚至區分了古典和現代 那麼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矛盾 可是現在我們所有技術師都會面臨著矛盾 手 它會幫你選擇 就是有限的選擇 手能做到的事兒 就在傳統的理念 你才可以做 你並不是說 我知道什麼 我就能做什麼 所以你讓你武器大哥 讓西諾巴洛克的那些流線 它是做不到的 那演的是無線 你看到的東西是均等的 現在的建築師並不是用手在選擇去做 而是用眼睛 所以才會有了後現代 有文座里講的 對吧 就實際上 風格是可以被非常自由的被替換 被選擇 因為我們開始用眼睛 那在這裡面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矛盾是什麼 我們用鍵盤 其實我們用鼠標 鼠標 大家到底也最好笨拙對吧 你要想用鼠標 用用CD 讓你去畫一個新衣服的東西 趁一張鼠描住你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個時候 也算小時候 他大學的時候去實測 馬主廟 當時森到我一個 描一個 讓我實測 畫一個香案 那香案上 這個木雕的母題叫做白鳥嘲諷 畫死我了 而且我沒有辦法度量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實際上 我們現在 我們用了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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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現在的 其實不是現在回顧數 我們用計算機 敲擊鍵盤 和用笨拙的鼠標 其實我們真正能做到的事 比我們身體能做到的事很少 但是我們開始用眼睛 因為 因為做睡這事 因為鍵盤和鼠標 他並不選擇我們 我們看著眼睛選擇的時候 我們選擇算給我半了 這個導致建築師都眼大 眼高手滴 現在經過所有建築師都眼高手滴 就是說你這麼好的東西 你跟假裝一樣 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但是真一上手做的時候 很少有建築師能做到那些東西 但是 鍵盤有鍵盤的歸速 鍵盤的歸速是什麽呢 沙利文當初幹這件事 如此的一天 他用齒規來做這個身形 但其實這件點 還真的平常全數化單 我有一鐵哥們 就是清華汽車系的 然後他就說 你沒有CD 我可我沒有CD 你們怎麽用 看我用的時候 我就打開一個輪鍵以後 畫一根線 然後 複製這根線 然後再複製這根線 然後就出了走往 然後就開始在上面撞 我看木就可戴 他說你們是這麼用CD的 我說你們怎麽用 他說你們竟然用鼠標 因為他們汽車系 絕對不會 空氣動力學 他任何一個曲線 汽車曲線 他都要在裏面寫尖板 他要寫這條曲線 因為他這麽畫出來 你要下工廠去加工的 你手畫一個東西 工人會邀請你的 他一定是 所以他的一個CD 是不用鼠標的 在絕對座標裏面 寫代碼 然後生成這條曲線 然後改這條曲線 等等這些 但是這個才真正的CD 我們知道 現在我們叫ARCCD 然後建物CD 它是CD裡面最優勢的從小板 你要知道 我那時候CD用R10 R12 R14的時候 CD的封體 這個零件 這東西是束控用的東西 你知道束控什麽 所以 就實際上真正 我們要用建材來執行這個操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的是參數化 一方面參數化是輸入代碼 那剛好就是建盤大的事兒 另外一個方面 這個代碼的構成能力非常之強 我很難比較 代碼的能力和人手的能力那一個更強 但起碼各有所謂 但起碼它不是一個笨拙的鼠標 在國防我們的手在做工作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B 那B你其實就非常容易理解 B上那是Building的它 I是Information 它一定是有Building 當然我們會看到 多數我們之前知道的建模軟件 它其實並不是Building 它比一切的 IU是模型 那這頂最重要其實是I Information 因為建築和模型 牢牢就有 在什麼時候就有 還記得我一開始講古希大師 怎麽做設計嗎 他先做一模型 在模型上貼西西標 那個是一個建築的模型 建築有模型 貼的信息標籤 那個過程叫做什麼 叫做DIM 所以其實B你這時候的技術 它做一個技術是新的 但是這種方法和指標 它甚至低 我們現在用的匯图術 第16世紀 把SARIS建立的佛瑞莎的體系 其實更加古典 所以我們看到 這時候 你當西羅的是仍然還是 人們大神仍然還是 你起碼得是個高主家 你才能跟教皇這個 會犯你的方案 但是 我們注意一點 絕大多數的固件建築 它的外觀都比內部 更加要挺正常 這某種程度上 來自什麼 來自理理的模型 通常來講 一個縮小 你更方便對照它的外觀 你想爬去龍 對吧 你想 為什麼 聖彼得大教堂 那個時候待了120多年 幾乎所有人 都死在這個項目裡 那個時候 米方基羅跟拉菲爾 跟高加若 他們究竟在爭奪的是什麼呢 米方基羅 不希望加前浪 是因為加前浪 也不會擋住這個瓶頸 如果他考慮這支支援空間 對毛髮擋住行領 因為 他主要的界限在外面 所以 他不能忍受 我做了一個四三米跨路的大行領 最後他都看不見 我在模型領看不見 最後你這個防部戰術看不見 他不能接受 從這一點上 我們看到 內國是一個非常難的事 必是海陸課 德州西景的教育大師 就是庫巴優敏 另一個建築體系的電視院 凱杜克 他在營養和學生做萬聖廟的模型的時候 他在讓學生認知空間的時候 他要做一個這麼大的模型 別偷用畫 斑把野的讓人把頭伸進來看見 所以你知道在傳統的模型模式下 討論空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在我們的B模型裡面 討論空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 現在我們手裡的B模型跟傳統不一樣 但是俄羅斯要說 就ICU也是這樣 確實是我們現在非常依賴ICU吧 ICU這個東西 其實它原本就已經說明了 你是用某一個投影界面做出來的 它叫什麼Sky是草圖吧 草圖沒投影圖對吧 而且它已經告訴你 為什麼要up呢 因為它通常在現代情形下 你會發育停電圖 然後up了才對的 對吧 所以我們就基本上 我們就在社會課上 但是也不是那件事 Sky是 一草二草Sky是 對吧 到修正服的時候up 那麼 SEU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SEU它沒有進入属性 SEU你可以幹任何事兒 CCD也可以幹任何事兒 其實我記得當時上大學的時候 因為一幫單身漢非常苦悶 那半一熬夜話說 發了不再是社會表的時候 但是也曾經在網上下載一張裸具 就是導入門的瞄了 瞄了也是SEU的對吧 然後瞄了一個裸具 跟瞄白鳥同樣 其實區域的病不大 那SEU也是 你拿SEU 你就是 你建一個恐龍出來 你建一個玩具出來 建一個警察 建一個警察 區域的也沒有 也沒有量區別 它只是機格非物體組合 但是我們看在 這是地理 那我不要想問它的區域了 就是它已經呈現了 這個是我們 很早 應該是三四年以前 做的 我們做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們整個 所有的設計深化等等 都在這個界面裡面 這模型最後就是這樣 它不希望我們把一個模型的身體 接到我們這個身體了 那麼實際上 它原本這處理 工作成果 我們漫長的漢水 激人的這個邏輯裡面 啊 SEU也能做成這樣 那SEU做完 做完以後呢 然後呢 我們應該能處處屋子來 然後實際上 你們看到的這個深度 它並不是 它並不是我們真正的深度 我們真正的深度 其實在各種深度裡面 我們相互也在這裡面做 而且我們討論它的構造形式 所以 在BIM的這個模型裡面 它的這個細部 是一個多軌的細部 它這種就是 我們之前用的 輔助模型的這個 這個不是輔助設計 它是設計的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當然 登造只有 清晰化和 處方前的這件事了 就是 那麼就是 我們也可以認為 就是現在我們的圖 其實也會有標註 對吧 引出標註 那這個是不是 跟當初的一樣的 它有一點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 我們現在所有的 它都圍繞著頭紙的 對吧 那意味著 我們首先要PO它 那麼 在樣式雷 以及在古希臘的 我們知道 它其實 它的細節是被建立的要素 取得的 我描述這根褲子 我貼在這根褲子上 它仍然是這根褲子 但是很 窗門 道理一樣 但是這個門窗 我們可以看 它被PO了 它不是這個窗門本身 它在這裡面 只能反映它 往一個斷路 所以之前我們看 這個抽象的偷切投影系統 它帶給我們許多東西 但另一方面 它也導致我們很多的信息 也被這個離散的投影圖 也被離散化 這個信息很難被解決起來 我們要獨一轉套圖 然後來猜測它是什麼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在同事裡面 看不到它原本的樣子 也沒有任何信息 是被這個要素取得的 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窗 它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但在這個偷切裡面 窗 窗礦 牆體等等 這些它的這個配件 出現在一個裡面 它被標注在一塊 但它不是被一塊生產 被一塊生產的 它只能反映那個被蓋完以後的 在某一個斷面的這個狀況 就非常重要 那在幣那個技術裡面 我們看到信息 它跟那個建築要素是關聯的 就是在這裡面 我們仍然會偷切 因為我們仍然需要偷向的視角 所以這裡一個好的是在古希臘 包括在文一復興那些模型 它可以有做偷切模的 或者做模型就做一偷的 是有亂幹的 但是它這個太不自由了 但是在這裡 就是當有一個模型的時候 我仍然可以實施 偷切來獲得這個抽象的 前方我們講 或者是 或者你讀的這個視角 在這裡面 它太重要了 不只是對出途有當务 它對我們思考設計 它相對來講 可以更求全的界面 另外一個 它所有的這個信息 它是建築信息 它是所遭到 而所遭到樓板 它所有 是這個樓板的信息 它不在這偷的這個面上的 一個偏斷的信息 而且信息是定性的 比如說我們會有文昌列表 過去我們畫深圖的時候 就是我們畫完以後 我們會找一個最實數的 心最細的 通常是個女同學 或者是楊胖 然後 然後 這個 就讓它去屬屋這個圖子裡面 嘩 都有哪些門 然後在你們規則 然後在CD裡面填這個 文昌列表 然後 接到通知 然後主工 打算 張工 它就說 誒 所有的就是 某一幻動門 你已經改成假例 報告門 然後開始在圖子裡面 然後就開始在這個 就是CD的這個 列表的文昌列表 你們改改 等等 比如有一些門洞 就是 就是文童改變 然後那個文理相應也改變 然後一通知改完以後 你要所以回到這個門窗列 你要去改那個產品的信息 等等那些 然後 它會導致我們一份圖 我們畫的越久 修改調整成的一次越多 它就越不交流 那些圖子是對極了 但在這裏面 它有意思 是真的門窗列表的這事 就已經 充分地讓我們的團隊淘汰了CD 所以這事 例如說 張公在說 說你給我找到這裏 所有的假例房 我們在那裏 就找找找找找 然後它點完以後 所有都都在這裏被標記出來 我可以在這裏面改 它的寬度 就是寬度 有定性的 這裏面也改 它這個東西不叫臉部 它其實是同一個設計的對象 同一類信息 它只是以圖形 裂表 偷切 模型等等 不停的方式 把這個信息給釋放出來 呈現出來 但它有改革同步的信息 所以我從任何一個 無法修改的信息 只要它這個信息 被改革到其他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觀念的作用 它是這個信息本身 所以當信息定型的時候 就這件事兒 促制這個偷切分布 帶給你處理困擾 你遭到的困擾困擾 然後被看掉了以後 你其實會專注為工程技術本身 所以過去我們曾經 確實是因為 在一些其實在設計上非常小的修改 就是一個類型的替換 因為導致圖量很大 我們要想其他的辦法 來規定這樣的替換 是圖質反過來 會影響於工程技術上的決定 對吧 再有 它的信息結構化 那麼 這個是來自何老師 就是 新結構化 這個信息知道自己是什麼 它其實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你Zile Zile 它的這個數據 它可以是一個年段的時間 對吧 它也可以是一個科生技術板 它也可以是一個自然數據 那麼它裡面可以寫 就是寫公式來計算它 而在Word我們一直是敲 敲一個原本的這個區域 它並不知道自己 它動作自己的事實 那麼 不管是ICO 或是吸油 它都不知道自己的事實 它是不是一系列 構型的 空間模型的這個編檔 但在這個系統裡 它知道自己是無敵 它自己是樓梯 它是樓板 不是窗 並且它有它的性質 它不會有它以外的東西 它不會有它以外的東西 Rabbit B 它不太適合 幹別的事 它就是適合 用來幹什麼 所以它是BIN 那麼 像 ICU 像 CMAS 像犀牛 它是N 對吧 所以我們看到 當我們 就是 學習不同信息的時候 它其實 它呈現出來的 都是 適合它的 你會有樓面 它構造層次的這個結構 都會有 樓梯就會有踏高 踏寬 等等那些 實際上 跨樓梯 原本我們就是 就是 在CD裡面 樓梯的時候也是 就是 定了高度以後 其實會找一個 最清楚的 然後 就是踏高多少 你夠算 所以這個踏步總是 長長短短的 尤其在修改的時候 樓梯 它總是一個 你最後退到那裡 所以好人家 它掛完以後 空間裡檢查 經高不到2.2 就成了 那麼 嗯 那 剛才那些信息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標準化 不是標準化 不是標準化 我可以犯錯了 標準化 標準化 這件事兒 並不是空間化以來才有 其實從古代就有 所以實際上 過去的標準化 其實其實不是標準化 為什麼 古希臘 和民生 將異地點 它就意味著 就是一套 被討論的 清晰的這個 建物要求 可以在那大小小的 建物中 這個其實就是標準化 但是它其實帶來 就是一個風格化 就是你裡面的就是風格要素 然後接下來 它一定是 產生某種風格的 那麼在 在現在 其實在一個 就是工業化的形態下 這件事兒 它其實不同了 它其實從 現在主義以來 它其實造成 就從 十二世紀中 工業革命開始 就是實際上 在柔軟線上 受化大生產 其實開始 那 購建和裝備的這個關係 其實包括整個 勞動的增工 我國的增工狀況 其實是最低的 所以近幾年 開始 批評再講 這個工業化 建築工業化 實際上 希望再跟國際接軌 但這事兒也很難 全世界 全世界 蓋房子都是產業工人 只有我國 是農民工 所以我們 我國是中地的蓋房子 但是它很難被 工業化 這個其實也會 影響我們的 這個 整個產業發展 這個勞動的方法 就是我們看到 就實際上 就是 就是我們真正 可以在這個地方 討論 做專業 它構建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 就是在我們的實踐 會看到 DVC還要幫忙這個成果 對吧 就是在結構 在 就是各個方面 對吧 就是說 其實 為什麼結構 一直用平發 建築師提供的各種手品 不用平發等外 難道結構是要幫你生化空間 生物體量 對吧 道理人一樣 但是當這個 就是轉換以後 就實際上 我們在工業裡面 建築才真的有可能成為一個工業 之前我們講建築工業都是出來的 工業建築才有建築工業 我們民運建築 其實它不大工業 那麼 有一個族的概念 這個族的概念 可以大致 我們可以把它匯應到在CD裡面 圖層的概念 但圖層仍然是基於後線 而不基於建築 而族是基於建築的後面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實力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麼參數化我們前面講了 它其實適合用建築來敲擊數據 這是我建的 實際上它又真的是 就是因為我不是特別實數 但是因為我喜歡哲學 我懂一些數據的原因 這是我剛建的一個維塔 就是一個五抓點 就是建了一個四參照點 一個維塔要瞄曲線 就是其實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犀牛裡面有這種東西 就是實際上它的這個驅動點 不在這條曲線中 驅動點的曲線會更圓滑會變 我一定要這個 但是就是我基本上就是自己 射三分來 要把這個東西進去 開始射了四個驅動點 後來發現我傻不夠 因為這是一個走對線的合作 中間應該有一個景 然後我要重新做這件事 但是這個過程 就是它不是用薯膠幹的 而且就是那這個 你這個驅動出來的形態也不是 有的我們用手快的 用身體能做的 這都是用鍵盤的 就是用你思考的幾何邏輯 數據邏輯來幹這件事 但是今天現場 因為有幾個高手 我本來是想來 想來炫耀一下 但是會新做的需求把你過 對吧 那當然我也會看到 就是那我幹的那些 其實是在在在在 討論可聽性 就是我所有的同事 做這件事都做得有什麼好 圖紙交付 但是現在我們不知道 國標上站還是偷切投影股 但是我們還要收出這樣的圖紙 當然我們是大量的在我們的這個 輸出的成果裡面 給三百多元 這樣工人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要知道 就是 很多時候沒有工地經驗 像 連我的市場是從工地裡面長出來的 你真的在工地裡面 就是說 一般是木工電工 師徒的多 真的一個師徒的工人 就是現在一個月賺的一個工人多 那 但是多數工人不師徒的 這個導致了 就是說 你整個你的圖紙提交了 有多少工地 其實你的風險缺超大 所以就是說 這以我的生成果 我當時為什麽要用地呢 就是我 我團隊裡開始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是計算技術方面的機器 那就是 那就是 開始何老師說話 你這是發燒的 其實我一開始 不是對這個發燒 很因爛 因爲我從北大非常這個系統 搭檔張宏明也是 然後 不如融也是 原來就是機場建築 工業建築 都身受其苦 我們那時候 當過來的時候 做設計 發一張大門 要出十幾張箱子 出錯出自我 就是我 我並沒有辦法 像一般的就是說 你大概其 就是有個形身 然後所有你的答應 然後你有很多設計 然後即便是這樣 我們還要在工地裏面 釘啊 釘鎖啊 然後我又不喜歡工地 所以這個 反正有這個技術 它真好 是因為 有很多時候 我只要輸一張這個 我在電話裏面 一定工人也不像 大家都能看到具象 他能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是這個 它光系是什麽樣的 這個其實 這個完成度 大概非常好 三倍三倍化的速度 後面我們也會看到 就實際上像這種 各個方向都是斜面的 這種就是打入墻 就是 我們交付大量的 對三倍速度 但是其實現在可惜的是 因為 國標的關係 以及現在工人 還都是一種 還都是一種 手裡拽的圖紙 而且基本人的 全屁股也跌好幾個 所以就是 我們的要點還有盡可能 你能在A3裡面出的 不要放在A1裡面 所以你用我在工地裡面 這裏經驗看了太多了 工人會把它跌很多 你不管A1裡面都會跌很多 你不管A1裡面都會跌很多 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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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細節 全都被折了 所以就是說 但是其實是 真正這個技術相反的 就是有些 不管是3D打印 還是虛擬現實 還是哪怕像 我們就拿著iPad 在一個模型裡 其實總有一天 會交付模型 但是我不知道 在我有爭執眼裡面 能不能看到這一天 就是完拼命的活 讓它的交付 對吧 這是強針 拖面 這是我們在南加州的 像在地形裡面 原本就是 工作院幹的工作 總部專業 整天拿一個總部 假裝什麼也看不著 也沒什麼意義 一直到我們介入了 以後 假裝終於知道 原來這地方是這樣的 炒掉了 我覺得不順利 對 我們現在很多工作 是在用這個折磨 我們的同行 不過大家有興趣 對自己的同行 和仇恨的話 可以過來做一些折磨 對吧 以及它參數它的細工性 但是這個 就相當於 這個 就是 待會兒我們來看 當然 洩空 它不是在各個 因為它是一個信息流 它不只是在一個平台上 它可以 只要 能夠匹配上信息格式 就都可以運算 我們做這些東西 像配合 這個 門檻太低了 基本上要測試 我們用 我們 不講軟件版本 就是我們 搭了一個局域網 像 像電機CIS一樣 就可以實現了 我們整個團隊 在同一動作情況 的協定 這件事分開 低級了 大家互相呼喊著 等等 那麼 呃 接下來 在分享我們做工作之前 我們在招募 年輕的朋友 因為這事兒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建國的工作 它其實是一個工程管理 實際上我們現在用它做的也不是避免工作 因為真正的這個這個這個編碼的高手 今天在現場 其實並不是我們 我們不會開發認識的 軟件 我們其實用這個技術 再對工程管理 再幫助甲方 工隊設計上各方的協調他們的工作 如果 如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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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的這個運籌 協調 是有 管理 是有 興趣的 就是 M 是設備 就是 M 暖空 D 是電 P 是水 就是學生設備專業 他們的經驗都比我豐富 就是他們儘管他們做的先短 但是因為做大量的這個各專業協調的工作 所以他們真實的這個經驗比我的企圖要高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 如果就是這些來提高你的設計道 就是你在各專業上的理解 包括你比如說你就是對比你感興趣 現在有一個說法叫第一款 我非常不喜歡這個 因為沒有CAD 人 對 他不應該有B 但是對 對比你那個系 就是這個 這個技術感興趣 那麼 我希望我成為B 那應該是建立師 就像我的團隊 沒有任何優勢 都做設計 就在研究 但是他們執行利益的這個工作 就是 或者你 正確於參數化現成 參數化跟信息化也不同的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信息的過程 以及如果你 你會寫代碼 我們不會 但是如果你不會 因為現在很多就是 編法和考古的系統有很多 因為我們更知道他在哪裏 你應該怎麼使用 或者你就是想學習病病 沒有關係 有很多來我這兒的第二系列同學 都是想做病病病 還有再有就是 其實我見過很多同學 你在設計課上受了很多 當初 我也在設計課上 受了很多的 就是 我曾經想過 我是做 譬如說理論 譬如說不見 還是 乾脆 就看 去做一個檢查 這個編輯 如果你在設計課上受了很多 在那個系統裡面 你不會認可 你想看 你不想改方 想看這些科技 還可以幹什麼 可以來解救我 接下來 就讓我的搭檔 張西穎 來 分享一下 我們這幾年做的 東地民做的 比較有趣的這個事件 那我們現在準備跟你講一下吧 剛才張立老師講了很多 就是病實溫的原理 然後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GT這個公司在建築室建立 我們的病理應用是怎樣的 主要後面三個部分 那首先呢 通過麻煩講原理 我們看一下很直接的 病理輸出的成果以及模型 然後我們再講一講 因為各位將來都需要個建築室的 因為病理它其實是一個建築室的工具 然後更多的是在公安前期 並它能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幫助 然後最後再拓展講一些賣點的理由 當然就是後面拓展的這部分 其實是現在是院長 並講得最多的 成果展示呢 我們一共拿了六個 就是我們自己比較典型的項目 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前兩個是兩大型的綜合體 然後加上南科大的 就是做維生鎮的這個重點工程 以及合理實體 這個是我們在方案設計階段 就是由董老師主持做規劃 然後一直從方案做到施工圖的一個項目 然後最後其實是一點異密的渲染頭 那首先是實施的這個綜合體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病魔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細鎮 就是我們創建出來的一塊木場 還有包括這個動作風的控制 就是整個動作風的綜合體 全都以大量的深度建出來的 這個商業公共計大概十萬元 並且在這裡才能看到結構的模型 就是根據結構模型 結構圖制創建的一個結構的環柱模型 就是根據結構圖制創建的一個結構的幫助模型 以及我们在这个模型里面 还可以以各种分层分接的形式来查看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室内的关系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介义试团 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出图 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 其实我们是出出了一套扩出的利率成果 这五部分其实是图纸一部分 它有点像CMP的模型和布局空间的支笔 这里能看到 这个是图里面的这个要素 全都是模型要素 墙 门 以及门里面含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门的电号 其实它是集成在门的这个构件里面 只是说我们的这个标记 是以一种方式把这个信息调取出来 所以这也是它作为建筑信息集成体的一个部分 那包括这里的电极框析 它其实也是自动识别这个场景 内边界包括也会扣掉这种的部分 然后自动生成的一个电极数据 这一套托是我们输出的领域 可以浏览跟快领域 刚才是平面图 刚才是平面图 然后这个是同样一个模型出的渲染的地面的效果 这个是偷面图 其实我们用CAT画物后面都知道 CAT的后面画起来也基本上只能表达到标高的 还有一些大的后面观景的这种程度 但是更细致的其实很难表示 但是我们通过上面的模型 其实能露出非常多的光面 比如在这里我们已露出了十五个光面 那包括这里有一个异性的采光点 它所有跟下面的这个墙体的高度交接的关系 都在东西里面精确定位过的 这个是B面大影头 现在看到的所有这些线 它其实都是模型的一个地面表达 这些都是没有二维补充的 做了二维用作也就是这些文字注释 然后加上一些视频标准 其他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在集成的模型中 我们可以通过看这都是图案出来的 这个是有十五个光级 以及如果我们要触到十五个深度有一些内部的预满件 都可以表达 它可以完全就是替代视频里 就舒服我们这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 它像这种图就是一个技术的 铺面强身大量搭配一个模型的固定侧 这个也能直接看到模型的系统 就是这个是我们出的一个不过周策的大量度 那其实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就是 将来如果真的行业里面可以不只接收图纸 还可以接收模型的话 那也许将来我们真正交付的成果 就是大量应该是这样的模型大量 然后把所有内部的这些文部关系 其实都可以表达得非常清楚 这是直接用模型出的渲染效果筒 所以有一些这种结果跟建筑的问题 其实都能从模型里直接看出来 那我们回到模型 就是除了这个模型能做出图的工作以外 就是关于它信息的那一部分 刚才我们说了在模型里面 我们是把每块线档全部都表达清楚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统计 所有线档的宽度高度还有每块的这个面积 都能在这里就是显示出来 可以看一下这种数量 所以如果人为了要去计算这个 然后加上花蕾调整 其实这有更多安心和想象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在过程中如果我们对一些西部的设计部门低的话 也都可以随时在模型上进行贴重 然后可以传给团队负的地方设计的人来进行调查 并且当时我们还用这个模型做了一个施工模拟的动画 感谢观看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市中现场和所有的建造顺序 虽然说现在我们不用关注这个 但是所有建筑师其实都是希望自己的坊子落地的 现场其实也是我们将来这份组业 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部门 但有了这个工具以后 其实我们的工具深度除了到花岸结架 即是也工具到施工结架 的花岸结架 也不可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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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綜合體已經進攻了 然後左邊是進攻的照片 右邊是我們在國際聯盟角度的一個透視口 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我們的明慾鍵將來認真落地的時候 它是一整樣的面貌 然後以及包括這個項目的室內駐粉 我們看到左邊的這個是一個室內的D模型 右邊的是一個ACO模型 那我們一般其實現在大家的工具是用ACO來比較涉及 但實際上我們能看到這兩個模型中的 這個信息的工夫動物差別非常大的 在這裡它其實就是一個大概的一個空間關係和草模 但是在病裡面 就是所有這些室內的現狀其實都能反映出來 那大家對這個建立不熟悉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室內最面對的對象其實是這個 而不是這個 那病模型就能非常好的反映一個設計的現狀 那對於現狀的一個反映的精準程度 其實會影響我們的設計 這個項目也是一個更合體 這個項目也是一個更合體 就是剛才張藝老師想的 我可能放了很多大量的成果 其實都來自於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我們配合的方式其實是 一些定稿以後 之後的所有無強的推敲以及實化工作 都是在病理的界面上進行的 這個是我們說的一個圖示成果 當然還是一般的面圖 平面圖 剛才所謂的避免性質的關聯 比如說在這個圖裡面 我看到紅色的圖現狀 它其實所有的層是一個強身大量 當我們雙遞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到那個強身大量 這個意味著我們所有的這個調改 其實避免都不會帶來好多渡口 不會出現二維C&D夢中出現的 一種步驟圈的情況 包括更複雜的這種歐式的例面 所以因爲這個工具他們直接出圖 這個是它跟SEO的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區別 我們在這個模式裡面 所有生化推敲的工作 都能直接傳遞到我們最終的成果的意義 而不需要經過一個倒投的問題 剛才的那頭圖就是用這個變模型來輸出的 舉一個生化社會的例子 就是我們都知道內部必須要滿足一個華國規範的問題 所以說像這種縫合體 它的下面幾層它可以開 對外開一種救援窗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項目中 因爲它的整個木牆就是清晰的 所以說開救援窗的時候 你是否能跟外面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玻璃的這塊切板 能夠位置對應上 其實是一個需要在三圍上跑步的問題 而不只是二圍上 所以首先是內部救援窗開的位置 然後是它對應外部的這個玻璃 玻璃上的一個開動的位置 另外我們還要同時考慮到 在這個形態下 一個劃分玻璃空間有美觀的問題 所以好幾個問題同時協調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 首先如果我們沒有配置工具 一定會接觸這個機能 但是SEO的討論它根本不可能達到這個氣度 所以說我們在這裏面做了很多木牆的工作 那如果說木牆也能接收我們的RIVET成果的話 當然就好了 但是在這個項目裏面 我們最終給木牆交付的一套成果是 就是首先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地面的一個分縫 每一塊牆的這個分縫 還有最後一套的定位 都在這裏可以看到 以及這個是我們提交的一個空間坐標的定位 再加上一個小時 再加上一個分縫 再加上一個空間坐標的頭 再加上一個空間坐標準 再加上一個人的聲線 再加上一個人陰空間 再加上一個月 再加上一個空間坐標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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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净空分析的示意 以及我们在过程中审途的 审途这种B面图和体面图的一个对应问题 就是报告 然后展示一下我们用B模式输出的一个漫游成果 这个是基达出库里的 它能够让我们在设置阶段 就提前的用模型带一个防御 然后看到将来手管整个的这个状况 我们选择了一个局部空间来布置这些车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空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型渲染呢 是用施工图创建的模型进行渲染的 所以我们还会放方案的 从角度的这个效果图跟施工图创建的这个模型 从角度的一个比较 来验证它设计的一个环渠物 我们再从这个小空间里照一下 其实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非常狭窄 但是方案当时做这个效果图的时候 还认为很宽敞 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做的一个顺利效果 这个是宿舍下面的一个比较大的院士空间 现在设计上也比较流行做这种大台阶式的一个公共能 也可以进展各种各种活动的空间 我们可以回过头再看一下 跟设计效果的比较 这一块的环渠度还很高 这一块的环渠度还很高 所以它在设计上做了一个三层的坑高的平原 这样让住在里面的学生 其实它在每一层都能获得一个比较开场的公共空间 然后这个事情到宿舍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它的层高挺矮的 但是脑体方案做得很高 可能做到这边两个位置 本公共宿舍这边的房间团面都会高的 在这个项目里面 因为当时我们其实作为的是独立的病咨询方 来给甲方提供这个审查和服务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用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真的用病来做设计的话 那很多问题它其实并不会出现 以及当时我们用病模式做了一个实外的漫游 这边这四公里要高的都是脱身宿舍 然后这个屋中体面其实刚才我们在那个漫游也看到 然后它的整个脱身宿舍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连在一起 然后在二层设了一个天桥 这样所有的人都能通过步行穿越在两边 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 这个其实是用病模式做的一个效果单元 所以它会更加接近建成的状况 而不是一个方案圈 那我们现在来到本科宿舍这边 本科宿舍整个层道比较低 然后下面的一层都是书院式的 因为难道科宿大学他们其实整个学校的定位是国际化的 刚才我们在他们的卫生间级也能看到 就是整个标准是挺高的 然后这几栋宿舍中间其实微合出了一个比较舒服的景观空间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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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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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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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